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有一个国家会很不服气 遗漏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大国法兰西是不对的 好 这个系列就安排上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1883年到1885年 清政府跟法国打了一仗 史称中法越南战争或中法战争 相对于左宗棠收复新疆 中俄伊犁谈判 以及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 辛臭条约 关注中法战争的人并不是很多 但我要说 这场战争同样很重要 首先 这是一场为数不多的清政府 能在战场上赢过的西方列强的战争 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当然 它也有很大的延续性 1946年3月6日清晨 2万多法军乘坐19艘军舰在越南北部的海防港强行登陆 并炮击了中国军队的阵地 然后呢 然后这国法军就被国民党第53军 130师物理胖揍 一艘军舰被击沉 两艘遭到重创 战斗仅仅持续到了上午10点30分 法国人受不了 直接举白旗要求停战 能先后被清皇朝和中华民国打败的西方列强 无疑是非常另类的 尽管法国人在正南关和海防港的损失都不大 但既输过清政府 又输过国民党 这件事情本身就应验了那句老古话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很强 其次 中法战争对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日本人一直试图抄法国人的作业 我举个例子 1874年3月15号 法国殖民者强迫越南当地政府签订了 法越和平同盟条约 这个条约又称为第二次西共条约 强行承认越南为独立国家 并以友好交往为借口 攫取了越南大量政治经济特权 为将来吞并越南奠定了基础 日本人一看 哟 这个操作太骚了 过了不到两年 就直接复制粘贴到了朝鲜头上 1876年2月27日 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同样强行承认朝鲜是独立国家 以此为借口 攫取了朝鲜大量政治经济特权 对于这一点 黄晓恩调授就指出 中国在朝鲜交往中的处境 与中国在越南所面临的形势 有很多相似之处 日本和俄国企图吞并朝鲜 所采取的方式 也与法国对越南的方式相同 既都从否认中国 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入手 再次 中法战争 让清王朝丢掉了越南这个蜀国 使得广西云南的门户大开 西方列强开始大规模渗透中国西南地区 这个隐患一直遗留到了新中国成立 1950年1月 胡志明秘密访华 我方应允装备三个师的越工军队 并派遣军事顾问指挥越军作战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对外援助 总之 中法战争是很重要的 那么法国是怎么一步步把越南变成他的殖民地的呢 中法之间又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这就要看看曾继泽的另外一段外交经历 中法越南交涉了 早在光绪六年 也就是1880年 正月12日 还在驻英公使任上的曾继泽 就拜会了大名鼎鼎的巴夏里爵士 如果大家了解第二次鸭片战争 应该不会对这位巴夏里爵士感到陌生 有部电影叫做火烧圆明园 里面就有巴夏里的戏份 马克思有两篇社论 因中冲突和因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提到过巴夏里 那么曾继泽跟巴夏里谈了些什么呢 朝鲜问题 按照曾继泽日记的记载 巴夏里提到了这样的建议 你看你看 这就体现了英国老牌政客的滑头之处 你说巴夏里没有一点为中国方面考虑吧 还真不是 他至少在表面上很为中国考虑 第一 他强调 日本俄国都对朝鲜有野心 又指出 中国应设法保住朝鲜 让朝鲜成为自己的平凡 或者翻离 这些都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需要的 但关键是保住朝鲜的唯一办法是打开朝鲜国门 让各国商品自由进入朝鲜 这个方案对谁最有利 肯定是某世界工厂 对不对 巴夏里的建议得到了曾继泽的赞赏 后来曾继泽把这条建议运用到了越南头上 他在中法越南交涉中的基本策略就是 打开越南门户 把越南置于所谓的欧洲国际公法原则之下 但事实证明这招根本不灵 尤其是当你碰到流氓无赖的时候 我先介绍一下法国入侵越南的基本历史背景 早在明宣宗宣德三年 公元1428年 交持人黎丽称帝 建立政权 脱离了明朝的管辖 三年以后 黎丽又取消帝号接受明王朝的册封 成为安南国王 开创了越南历史上的后离朝 明嘉靖六年 公元1527年 后离朝全城 莫登雍篡夺王位 建立了末朝 但是末朝的控制范围仅限于越南北部 清化以南的地区被阮干所控制 阮干找了一个叫做黎维宁的人 宣布他是后离朝的王室的后裔 拥立他为国君 打着后离朝的旗号 与末朝作对 南北双方 你来我往 拉开了越南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 宰相 阮干死后的权力 落到了女婿 郑检首领 问题是阮干是有儿子的 阮皇怕郑检找他麻烦 索性主动上表 要求离开朝廷带兵镇守顺化 1570年 郑检去世 1592年 他的四子郑松 率领大军攻破末朝都城 重新统一了越南 然后他们发现 顺化的阮氏不知不觉养肥了已经 于是越南再次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 以升龙 也就是今天的河内为中心的正式政权 和以顺化为中心的阮氏政权 从1627年至1672年 郑阮两集团进行了七次战争 1673年 筋辟力尽的双方不得不暂时休战 这种相对的和平状态 维持了一个世纪 在这一个世纪中 双方也没闲着 北方的郑氏集团集中力量 金银东京 南方的阮氏集团 趁机吞并了战城 并强迫柬埔寨成为自己的蜀国 就在南北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 西方殖民者来了 最早来到这里的是葡萄牙人 早在嘉庆中期 葡萄牙人就开始了越南的传教 16世纪末 他们更是以澳门为中转战 把越南出产的深思贩卖到日本 赚取中间差价 随后荷兰人又来了 他们不仅倒卖深思 更向南北双方兜售军火 因此 荷兰人同时赢得了阮氏集团 和正氏集团的好感 接下来是英国人 不幸的是 在荷兰的阻挠下 英国人在越南的深意 往往开展不起来 相比葡萄牙 荷兰 英国 法国人来得更晚 规模也更小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法国人分一杯羹也难 不要说独占越南了 然而 越南的大规模政治变动 给了法国人机会 1771年春 南方阮氏集团统治地区出现了大面积汗灾 民不聊生 阮月阮旅阮惠三兄弟 在龟仁府西山裔 揭竿而起 使生西山农民起义 这次起义很快席卷了越南的南部 并在1783年推翻了腐朽没落的阮氏政权 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的西山朝 1786年6月 西山军发动北伐 仅仅一个月 即7月21日就占领了生龙城 推翻了同样腐朽没落的正式政权 再次统一了越南 阮氏政权的后裔 阮福音流亡到了仙罗 这时 法国人找上门来了 他们告诉阮福音 跟我们合作 我们帮你夺回王位 为了得到法国人的帮助 阮福音把自己六岁的儿子阮福瑾交给了法国人 由法国主教百多禄带到巴黎作为人质 1787年1月 百多禄代表阮福音 与国王路易十六的代表 在法尔克赛宫签订了条约 法国殖民者开始扶持阮福音 而这使得西山朝却陷入了内讧 利用这个机会 1800年 阮福音在法国殖民者的帮助下 攻克了生龙 推翻了西山朝建立了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阮朝 阮朝建立以后 把全国分为北齐 中齐 南齐三个部分 1803年1月 阮福音又派遣使臣 前往北京朝贡 当年8月13日 清荣宗策封阮福音为越南国王 这就是越南国民的由来 除了向北京朝贡以外 阮福音也没有忘记报答 支持他登上王位的法国殖民者 他先后重用了四名法国人担任高官 这本来是法国人控制越南的大好时机 但当时的拿破仑根本弹不出手来打理越南的事情 等到波旁王朝复辟以后 法国人才想到是时候问越南索取一些回报了 然而1820年阮福音去世 阮福角继位 改年号为民命 站在传统的角度说 民命王阮福角是一个民君 在他的治理下越南阮朝达到了鼎盛 但他不喜欢法国人 1825年1827年和1831年 阮福角三次拒绝了法国人的通伤请求 并全面禁止了基督教 这相当于狠狠羞辱了法国人 人说大国如法是个笑话 小国如法等于自杀 越南王三次如法 法国人什么反应 1843年2月 法国海军上将塞西尔指挥巡洋舰 女英雄号威逼先港 威胁炮轰城市 迫使越南当局释放了 关在顺化监狱里的五名传教士 1845年 塞西尔上将指挥军舰威逼先港 迫使越南当局释放了一名 罗马教会的主教 1847年 法国海军将领拉皮埃尔 以保护侨民安全为借口 率领两艘军舰炮击先港 击乘了五艘越南同船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法国就革命了 一个字 绝 1848年2月7月王朝垮台 保皇派与共和派互动的不亦乐乎 根本没工夫搭理遥远的越南 直到1851年 一个自认为可以震撼全世界的男人 登上了政治舞台 并在次年成为了皇帝 拿破仑三世推动法国工业化的进程 也大大激发了法国海外殖民地的野心 1857年 法国驻先罗领事蒙蒂尼来到顺化 向越南当局提出了三项无礼的要求 一 保证法国传教士自由传教 保证天主教信徒的安全 二 开放通商口岸 让法国在顺化设立商业代办处 三 同意法国在顺化设立领事馆 这理所当然遭到了越南四德国王 软副石的拒绝 但法国人要的就是这个借口 1858年 法国殖民者以此为借口 火同西班牙殖民者 组成了一支混合舰队 发动了对越南的武装侵略 1859年2月 舰队攻克了越南南部港口城市西贡 也就是今天的胡志明市 然后 然后法国军队就跑了 因为那时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火同英国军队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1年1月 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 法国军队就立即调转枪头 南下登陆西贡 并很快占领了南齐东部的 加定 定祥 边河这三个省 1862年5月 阮朝一宗 四德王阮福石 被迫派遣全权大臣 潘金简在西贡与法国侵略军指挥官 路易·阿道夫·波纳少将 西班牙侵略军指挥官卡罗斯·帕兰卡·古铁雷斯 签订了同法国和西班牙的友好条约 史称第一次西贡条约 这是一份严重的不平等条约 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一、越南把加定、定祥、边河、三省及昆仑岛 隔让给法国 二、越南十年内向法国和西班牙缴付 赔款400万法郎 三、越南开放 先港、巴勒、广安三个港口 四、法国军队可以在湄公河上自由航行 五、船教士可以往越南自由船教 1867年 柬埔寨人民进行了反对法国殖民侵略的斗争 法国殖民者借口越南人支持柬埔寨的反法斗争 又于当年六月吞并了南齐的另外三个省 永龙、昭独、和仙 至此整个南齐地区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请大家注意 英法两国对于殖民地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英国人只在乎殖民地的税收和军队 只在乎怎么尽可能的在殖民地薅羊毛 他们可以做到完全不管殖民地的基层治理 但法国人不一样 法国人很重视同化殖民地的人民 为了维护在南齐地区的殖民统治 法国人创办了各种翻译学校和法语学校 又在当地移植了法国的行政机关 这些措施都需要花费大把大把的钱 钱从哪里来 还不都是南齐老百姓自掏腰包吗 法国殖民者各种巧利明目 在当地加征淹税 酒税 赌场税 土地税 人头税 商业营业税等等 据统计 1862年 也就是第一次西贡条约签订的那一年 南齐东部三省的税收大约为89000法郎 短短两年后即1864年就猛增到120万法郎 增加了超过12倍 1864年南齐东部三省总共出产21万吨大米 其中10万吨以上被迫出口 法国人的恒征爆脸理所当然的遭到了越南人民的反抗 一时间各路起义风起云涌 1860年至1864年 在俄贡 嘉定 滴安 新安等地爆发了张定起义 1865年至1866年 在通塔煤爆发了五月阳起义 1867年 在滨支 永龙等地爆发了潘三潘五起义 1861年至1868年 在新安 敌石爆发了软中直 杜成龙 杜成四起义 1868年 在美丘爆发了软友心起义 1869年至1870年 在滨支又爆发了潘宗起义 这些起义搅得法国殖民者心神不宁 他们大大唤醒了越南人民反殖民反侵略的民族意识 为黑区军在越南的活动提供了土壤 而下面一件事情 就直接为中法越南战争埋下了伏笔 事情的导火索来自于一个叫做让赌不易的法国不法商人 这个人的日常工作就是在越南边境的红河谷地倒卖军火和矿产资源 甚至发展起了私人武装 这越南政府哪能忍啊 当然派兵取缔了 赌不易的策略简单直接 打不过 找爹 他找到了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雷将军求救 当时的英法两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竞争激烈 戴因已经吞并了下缅甸 这给法国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法国人迫切需要加快脚步 敢在英国人前面控制整个越南 打通前往云南广西的商路 杜白雷将军收到赌不易的请求 兴奋的不得了 好机会啊 他假惺惺的表示 要派人调查赌不易事件 会还给越南政府一个公道 实际上暗戳戳的从上海调来了法国将军安夜 这个人也被翻译为加尼尔 他给安夜下达了一个命令 要求安夜无论如何都要无理取闹 把事情闹大 找机会占领北齐控制红河三角洲 1873年11月5日 安夜打着调查的旗号 率领两艘军舰悍然占领河内 并向海洋 宁平 南定等地进犯 一路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北齐地区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前天地会首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出手了 于是法兰西再次被辱 看来如法不一定要懂德语 黑旗军通过巧妙的战术诱敌深入 于1873年12月21日 在河内城下伏击法军 当场击毙法军将领安夜 史称罗池大捷 事实证明 越南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适合打游击战 法帝国主义搞不定的事情 后来美帝国主义也搞不定 罗池大捷打乱了法国吞兵越南的步骤 当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还没有从普法战争中的惨败中恢复过来 这让西共总督杜白雷意识到 霸王硬上弓是不行的 于是他改变了策略 硬的不行来软的 在法国殖民者的威逼利诱之下 1874年3月15日 越南使者于杜白雷在西共签订了 法越和平同盟条约 史称第二次西共条约 我们看这个名字 和平同盟条约多么具有迷惑性啊 这份条约的第一条规定 法兰西与安南国王间 将有永久的和平友谊与同盟 这个话能相信就有鬼了 法国人的态度倒是很友好 你们的军队不行不要紧 我送给你们五艘军舰 一百门大炮和一千支步枪 不会用是吧 我帮你们训练军队 你们的海关和税收也不行 不要紧 我派顾问教你们怎么管理 通过这种所谓的同盟关系 法国殖民者逐步控制了 越南的军队和财政 通过第二次西共条约 法国人兵不血刃的 获得了在施耐讯 宁海讯 与河内等通商口岸的驻军权 和领事裁判权 获得了红河水道的自由航行权 再强调一遍 日本人躲在后面 偷偷抄法国人的作业 两年以后 即1876年2月27号 日本又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其条约文本几乎于第二次西共条约 如出一辙 对我们中国人而言 更重要的是 第二次西共条约 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中法越南战争 江华条约为中日甲午战争 埋下了伏笔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